所以SRC上面反正你按右鍵 然後new一個什麼 new一個module 這個module pidip的module 然後名稱的話就要9.8表 然後裡面的話呢 我就 逐一來看好了 我們先不要一下 做太多 如果我今天希望輸出的結果 長的就像我們 在雲端上面看到 或講義裡面看到的 那其實像這邊 總共會有80個區段 所以理論上像我的習慣 我們可以 逐一逐一來寫 那什麼逐一 就是你可以把它拆開來 它有沒有一樣的地方 有沒有不一樣的地方 你就要先找一樣的地方 哪邊一樣呢 你會發現它有規則性 怎麼規則性呢 一定都是什麼呢 一個 這個前面這個值叫什麼 這個應該數學裡面叫被乘數 乘X有沒有這個一字串 後面加一個乘數 然後等於什麼兩個相乘的結果 後面這邊加一個 這個不是 這個面 不是空白喔 這邊後面是加一個TAB 那TAB有沒有 TAB鍵呢在Python裡面呢就是反斜線T 這個 有點跟那個反斜線N有點像 反斜線N換行 反斜線T就是一個TAB 那你會發現它從頭到尾 其實每一個的結構都一樣 有沒有 被乘數X乘數等於相乘的結果 那哪些不一樣 就是乘數跟被乘數 被乘數跟乘數嘛 那被乘數呢它會有一個range 有沒有 1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第一列全部都1 第2列全部都2 第3列一直到第3 所以喔 列的部分呢 就1到9 後面的話呢就是 這個這個 後面的這個值喔 也叫乘數部分 也1234 所以你會發現喔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這個兩 後面相乘的結果 那我們其實可以把它拆成幾個步驟來完成 比如說我第一個啦 也許我先輸出一個 假如說我輸出一個的話 也許我們野心先不要這麼大 也許你就print了什麼 print了EX 當然裡面沒有變數啦 等於1 我們先輸出 反斜線T 這個是第一個結構 所以我要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只有輸出一個 但我要下一個的話呢 勢必我要怎麼樣 在哪邊要做一點手講 這邊的話 這個值1 下一個變2 一直到9 相乘的結果 所以喔 基本上第二階段 我們可以怎麼樣 在這個值喔 上面可以把它改一下 我要改的範圍喔 就是 for 所以你會在上面改一下 for i in range 就剛剛打過的 然後呢 我的範圍就1 到 9 所以10 然後一個冒號 接下來特別注意喔 因為你放回圈 後面執行的 一定記得要在它的下一階 所以記得按一個 TAB鍵 特別說 沒有打這個TAB鍵會錯喔 很多同學 不知道說這個TAB很重要 這個TAB是程式的一部分喔 那我就怎麼樣 把這個裡面喔 直接把它放一個i有沒有 所以特別說 i放當然你記得喔 雙一號雙一號 一到中間 加加一到中間 再一個i就可以 那記得把它轉型 所以string 把這個放到裡面來 然後面這個1有沒有 就相乘的結果 所以怎麼辦 也是一樣 兩個雙引號 移到中間 加加 再移到中間 那把它怎麼樣 這個值喔 放過來 但是還要跟什麼呢 跟1相乘 所以1相乘的話 就1 乘上i 這樣子 我們來試一下 這樣子的話呢 理論上就是本來1乘上1固定嘛 那我如果加在這邊的話 它第一次就1 1乘1 然後2 1乘2 OK 那我們來輸出給各位看一下 理論上呢 我們可以輸 對 那問題來了 它現在是縱向 我如果相當它變橫向的話 還記得吧 其實理論上 因為print本身怎麼樣 它會有個換行 所以必須把換行吃掉 還記得吧 逗點 對 end 等於沒有 好 執行 看一下 橫向有沒有 Ctrl-減好了 縮小一下 橫向一個OK 那接下來的話當然可以怎麼樣 再來就是再一個 所以再來一個的話 OK 看來太入戲了 所以下一個 下一個怎麼做 一樣嘛 所以接下來就是怎麼樣 把這個換掉 前面這個的話就改一個 那如果改成也是1到9 那也是換行 那就OK了嘛 所以其實再加上兩行 一個回圈 再加一個換行 其實成熟小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先第一階段 眼睛不要太大 再第二階段 回圈就可以把99乘法表給跑出來 其實很多東西 你乍看之下很複雜 但實際上 都是抽絲剝繭的 OK 所以像網頁上面那個表格 所以為什麼要特別講 因為這個網頁上的表格寫法 跟這個寫法是一模一樣的 因為網頁上的那個表格 其實輸出的時候也是一樣 一個一個一個的 跟這個道理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如果以後你想要輸出一個什麼東西 但是你沒有頭緒的話 沒有關係 你先從最基本的結構先輸出一個 再慢慢去思考 橫向可以 再重向也可以 那基本上全部都可以輸出了 OK 請各位試一下 那最後再思考說怎麼寫會最簡單 所以第一階段意思 我們就是先可以把它寫出來 第二階段的話呢 再去想怎麼寫比較簡單 而且比較不容易出錯 以這一題來看喔 後面會講到用format 所以我為什麼一直強調用format 因為如果會用format的話 這一個地方會更簡單 程式的話也相對 因為你如果寫的相對簡單的話 也就比較不容易寫錯 可是要怎麼寫喔 待會我們先把第一階段先做 然後再看第二階段 我們試一下喔